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通讯当时是在11月11号这一天 下跌头只当讲到了30分钟中枢上延并没有破 作为一个防守位,如果不破的话呢,那么他的一个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三类买点的这样的条件依然可能成立 事实上的话呢,那么给出一个强底分 那么当前他就属于30分钟级别三类买点开始反弹 好 那么当前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或者是节奏,所中有的 还应该用什么的视角来去跟踪,所都没有的,那么还有没有机会 那么对于中心通讯的话呢,我们先从大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穿重视角的下的话呢,那么当前他是属于一样 穿三线之后,当前的是在五军,十三军和140类军线的上方 只要说呢,保持单阳不破的一个状态,后面的都可以持续跟踪 或者是作为吃虎的理由,这是穿重视角 那么用常论结构的话呢,咱们前面讲的非常清晰,咱们来做一个快速的梳理 从41块4毛8的位置,它是一个日线的线端下 然后的话呢,30分钟的走势类型下跌,就是30分钟判断下跌,发生判断被持 好,这是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日线的线端下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是什么呢?当前的剧情是从30块4位置以来走的是一个30分钟的日线的线端上 30分钟的走攀整上,给出3点买点 当前的是300的话呢,开始反弹当中 这个位置有没有走完呢?个人认为还没有走完 后面还有机会机会给新高的 但是这是用30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的 那么我们用 更小的一个 细节,例如用30分钟 用5分钟的一个图形 来去观察 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那么当前 在这个位置就讲到它向下没有跌破 前面的32块 32块8毛9这个位置 只要这个位置不破,那么它的30分钟级别3点买点是可成立的 那么最低的话呢,它也没有跌破这个位置 当前的话是30分钟级别3点买点这个位置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我们再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当前那个跟踪节点就是 如果说短期的强弱 应该考察什么 中期波段大波段的一个视角 考察什么 放在残留视角下就属于级别 5分钟级别应该观察什么 30分钟级别应该观察什么 好,这是一个5分钟的组织类型上 5分钟 组织类型下,5分钟组织类型上,5分钟组织类型下 5分钟组织类型上,5分钟织类型下 前面的话呢,这是一个30分钟中枢 好 30分钟中枢的话呢,那么对应的 中枢延长线 这个位置回撤了,没有破这个30分钟上延 30分钟系别3点买点 意思说呢,这一支个股当前的一个做法处于什么阶段呢 30分钟系别3点买点 开启的反弹,这个反弹有没有结束呢 目前还不能视为结束 当前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可以 再组建5分钟中枢 所以说呢,可以把前面这个低点的位置做一个考察的节点 这个位置的话呢,主要是短 短周期来讲,连前面这个小的 低点都不破 是短期中期都可以作为 持股的理由来去看待的 好,如果说呢,这个位置后面走一个5分钟的速度 再走线上离开段 现在离开段的话呢,再对比他们自己有5倍池 如果说有倍池,5分钟判断上 离开段和金融的有倍池 那么是要找卖点的 找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再走一个30分钟的线程下 5分钟的走线程下回撤 连前面这个位置都不破的话呢 那么他完全可以组建第2一个 和他同级别同方向的 中枢 然后的话呢 再期待30分钟的 向上离开段 就那 这是一种 推演的一个视角 好 就说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走完之后 内部有倍池 找卖点 找卖点如果回落的话呢 如果走一个反向的5分钟的走势 30分钟下 不破前面低点 他完全可以组建第2个 30分钟和他同级别同方向的中枢 好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好 那么什么就是 也许说呢 用30分钟级别的话呢 那么等待一个 这个位置反弹结束 等待一个三分性的下 不破前面这个地点 才能找他的 找他的买点 没有的话呢 也是在这位置找买点的 所中有的话呢 那么出现 出现这样的一个5分钟 组织内心上 完成有倍池 找卖点 这是所中有的 没有的话呢 等待这样的一个 节点观察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节点去观察 或者作为买点来去应对的话呢 内部有倍池 然后呢 勾住第2个中枢 那么如果说把前低 把下一个 这个中枢的上延的位置 如果破了 那么就是要设置纠错的一个条件了 好或者说呢 如果这位置向上反弹 和前面有倍池 三分趋势上 趋势被池 那么呢 对应的就是 对于买点和卖点之间的对应关系 好那么我们再看更小的细节 看当下 当下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这是5分钟的 前段下 当前的话是可以把它理解为5分钟中枢的 组件中 一分钟中枢的延伸当中 所以说呢 后面什么 短周期的来讲呢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小低点都不破的话呢 是可以机率出股期待新高的 好这是对于中心通讯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破了呢 看它以什么方式 如果说只是 以一笔下的方式直接 跌破跌的呢 比较的 急 那么短线的话呢 是可以先 先去 利润保护的 或说呢 下跌之后的反仇站不上来 对应的话呢 是要 就是短线超短线的维度来讲是找卖点的 好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直接反弹的话呢 就是回撤反弹比较弱 再印证再往下 然后呢同样的靠近前面低点了 但是内部有结构有被迟 前面低点不破 又可以把握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 买点 好这是 中心通讯的一个考察节点 一个是 像今天的低点34元位置附近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是底分的底 32块9毛3的一个位置作为观察基点 这中心通讯 那么我们再看其他 浪潮信息 浪潮信息的一个 把握的话呢 咱们昨天对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这位的强底分形成自己 其实有个观察点 这个下跌呢是有这样的 内部是有 小的结构 这位的是一个一分钟的 中枢 然后内部有 最小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被迟 那么强底分形成自己是一个观察点 那么 昨天呢 给个给个强底分 那么今天呢继续 通过而且突破了前面高点 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他的一个推演就从前面的28块4以来走一个日线的线权上的延续当中 日线现在上的延续当中的话呢 那么从24块三毛一的位置 他属于日线级别的 日线级别的攀柔上场 日线的现在离开段 这个现在离开段内部延续当中 这就是当天他的一个 丁信 好那么我们重点考察的话 就这个日线的线线上 何时会结束 以及呢 应对的话呢 还是以这个位置 在他没有结束之前 都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来去 应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其实他从更细节来去看到 28块4 前面的是一个 环展通道 这个位置是他组了一个小的 扩散的一个结构 也可以把它作为30分钟书 来去看待 来就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像浪潮信息的一个表达来讲 作为一个日线是属于线段上 30分钟的话呢 是30分钟 这样的一个 走势类型上的一个表达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那么对待这个个个跟踪视角 那么如果说 这位置持续往上 因为这两天的话呢明显带亮 今天的上一线留的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好的话呢 那么短周期来讲 那么 往上 要 适当的找什么 找卖点 所以说呢 找卖点的方式是什么呢 如果是短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中央之后后面再冲高 如果说不能把这个上一线的位置给覆盖掉 短线的话呢 就可以先 先找卖点 为什么这个位置做一个 做一个扩散结构 其实就是他就符合上涨加盘整的一个视角 如果是位置不能 快速的把这个上一线的高点给突破掉 短线是可以 做利润保护的 但是如果说后面来 持续 往下回落 靠近前面地点不破 靠近下沿 又可以找新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点 又是当前他的一个震浪区间是扩大的 震浪区间是扩大 但是他的一个走势呢并没有走坏 这是短线的一个视角 如果说用波段的一个 维度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属于日线的线段上的一个表达 那么呢 后面可以用最笨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一旦出现顶分破五菌 就找他的风险点 一旦出现非常明显的顶分破五菌 尤其是出现强顶分 破五菌的 那么呢就要找他的一个 先卖再说 如果回落下来这个位置呢 当前他前面的就是他的一个节奏是什么呢 他的震浪区间 他的一个震浪区间是在 不断的扩大前面是这样的一个环掌的 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他的一个震浪的区间 是不断的不断的 进行扩大的 这是那种的信息 因为背后有意义之声 有意义之声的话呢 那么这类个股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如果说用看出的级别 如果说是更 我们的用 细节来去观察 例如说呢用 日线 他是属于日线的 线段上的延续当中 前面是一笔下 那么这个位置底分墙底分形成之后看到向上能不能形成向上的一笔上 这是日线的维度 如果说一旦出现 顶分墙底分破五军就要防范 如果用5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进观察的话呢 那么只需要用5分钟的一个 从232块7以来用5分钟的线段来进跟踪 5分钟组织类型 这位5分钟线段上当前呢可以理解为在股住5分钟线段下 如果这个线段下的话呢 连高低点的 从32到37块4 这个位置的半分位都不破 那么回落下来之后还是可以作为5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就跟了 如果后面的给一个5分钟组织 再走线段离开段 内部有被迟 又要找卖点了 用这样的视角 好 这是浪潮信息 也就是说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 观察节点 日开的维度来讲 观察留意的是防范的是强顶分 出现 那么用5分钟视角的话呢 先以32块7毛4以来 5分钟线段上5分钟线段下 会不会组建第1个5分钟重输 然后呢就观察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中科曙光 中科曙光的话呢 咱们在1月14号这一天呢讲到 他反而是靠近机会点 一是单应不破 二的话呢 他也属于收敛三角的 突破 好 这是 对于中科曙光的一个 态度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却越是是给出这样的一个三连羊 三连羊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前面讲的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可以把它做一个 收敛的 突破有灰彩 而且是单应不破 这个位置的话呢 又不破140的军线 五军十三军 又出来这样的一个拐点处 所以说呢 在1月14号的时候 当时讲到这个位置 反而 可以靠近 理解为机会点来 来就对应 那么三连羊之后当前的反弹 怎么去看呢 他属于 你前面低点作为一个观察节来讲 他属于之前一比上的延续 今天呢这个长上瘾 与其是昨天的 中阳 今天的话呢 冲高长上瘾 短线的话呢 其实是 可以找他的一个 卖点的 但他有没有走坏的 没有走坏 为什么找卖点呢 一个是 中阳之后再冲高 因为是靠近前高的一个节点 那么像这类个股 像中科曙光 这类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个 应对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可以用局限的角度去跟就可以了 就偏离五军 短线找卖点 波段就是减持 如果说这位的震荡当中 哎 修复对五军的偏离 或者说呢 靠近十三连军线 就是偏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不可DC 用 军线口诀就跟就可以了 就是五军不不可只有偏离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不可DC 五军十三其上走 方向不改换筹 用这个维度去跟 好这是 中科曙光的一个 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往下面去看 像科大逊飞 和 海南经费 科大逊飞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他的态度就属于这个位置 反抽 向上 要 防范的是冲锅回落 向上的话呢 观察一个重要的关键位 什么关键位呢 上方有一个30分钟中枢平台 大的方向的话 他就在140内军线下方 140内军线下方 这个位置反抽 如果说前面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是追溯的标达 如果说呢 接触前面低点 但是不破 前面这样的30分钟中枢 下沿的位置 他还是属于30分钟级别三点卖点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要观察他的能否量价其身的突破这个位置 如果不突破的话呢 他还是属于30分钟级别三点卖点 三点卖点一定要卖 卖了之后呢 再关他回落回落他下来 如果说不破减低或者是呢 带有量能能够起来了 然后呢日线MSD保持底辈里的状态当中 回落下来他反正可能还会有存在 新的这样的机会点 但是呢大的方向还属于超低反的 没有性能趋势 在140年均下方 好这是对于科大讯飞 他的一个观察 位置多的话呢 用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 上方有一个三中中枢 中枢的下沿在为什么位置呢 在51块8 如果说呢向上不能和这个位置接触 那么对应的话呢 一定要找 用30分钟级别三点卖点的一个 视角来定位 那么呢一定要是 冲高找卖点的 这是科大讯飞 那么以上的话呢作为技术的一个交流不错 慢慢依据 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像 海联金会 海联金会的话呢 咱们在1月14号的时候呢 当时是给出过两联版之后 给出两联版之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 当时讲到两联版之后再向上 冲高 不能继续联版 实际上就是要找卖点的 如果说联版的话呢 他有这种联版的官方 他可能会进行新的 该板块的这样的一个风向 如果不能联版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找卖点的 找这样的一个冲高不是去追 而是找卖点 找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啊 两个时 两个长双影 其实这位他已经呈现一个顶分行了 那么今天的回撤的话呢 但是有一定的量能的 这个量能可以代表有一定的执行承接 所以说对于海联金会的一个 态度的话呢 认为未来还是会有机会反复的 这个反复的节点的话就短 短线视角 这个位置回撤如果说连8元的位置都不破 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位置以来 反弹当中 再勾住5分钟中枢的逐渐 就在如果说8元都不破 他短线的话 还是可能会存在新的 第7高波的节点 用5分钟级别的一个视角来去跟 甚至不派出中枢逐渐之后 再走向上 离开段再给行高 这是一个视角 如果说向下的破了8元的位置 破了8元位置的话呢 那么反弹的就是日线一笔下的 呃 生成了 如果日线一笔下的 生成的过程当中 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个 底分 而且是强底分 那么靠近下方这样的平台 那么他又可以用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机会点 用中枢震荡的一个视角来去跟了 好 这是海联金会 但是你要是为什么8元的位置 一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当前的话你要是用5分钟的一个 周期图来去观察的话呢 首先下方这是一个30分钟级书 这个位置呢 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5分钟级组件 好 这是对于海联金会的一个 态度 好 那么以上的话呢作为技术的一个巩固 其实呢 技术很多时候还是需要自己 一方面 聪明去理解 另一方面呢要结合 走势生长的过程当中 要有仓位的灵活去应对 如果说你 分析的是头头是道 看了事后的话呢 看了也非常清楚 当时的话呢 但是总是存在侥幸 哎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小的卖点 调整之后呢可能还能涨 但是你不去应对了 小的卖点 他可以发展成为大的卖点 就是呢 小的调整他可以引发更大级别的调整 那么小的反弹 他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级别的真的反弹 走势的强弱 他是可以他是需要不断去跟的 而不能通过 一个细小的一个节点 就去推测猜测未来 一定会怎么样 这是一种误区 好其实说呢 任何就能无以善小而不为 无以恶小而为之 不要因为小的 卖点那种五分钟级别的散来卖点 或者说是 偏离武军 因为你看好这个方向你就不去 利润保护了 不去 顶多什么呢 你看好中期的同时流连抵藏 手趋势没有坏 这些手趋势而已 但是 该应对他都要应对 好这咱们先讲的内容 只作为基础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一句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再见